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莫言在书中说过一句话,事事犹如书籍,一夜夜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的本性,总是喜欢回头看,对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对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背负太多往日的包袱,只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最终寸步难行,欲试多往前看,长翻篇,把过去抛在身后,你才能为自己的生活书写新篇章 一,伤害翻篇,是一种解脱,希腊神话中,有个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有次他走在路上,不小心被一个带子绊倒,摔得鼻青脸肿,起来后,他愤怒地朝带子踩了一脚, 谁知带子非但没破裂,反倒变大了一点,他更生气了,便使劲去踩,结果带子迅速膨胀起来,把路堵死了,正当赫拉克勒斯无计可施时,走来一位智者, 对他说,这是仇恨代,你越对抗,他就越膨胀,但只要远离他,他便会小如当初,现实中的仇恨代,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难免遭受打击与重伤, 你若总想着报复,往往会在纠缠中被扯进深渊,选择忘却和原谅,才能让自己获得解脱,在特殊时期,纪献林遭到迫害,被下放到农村,受了很多罪,当时批斗他的人群中,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多年后,纪献林被平反,恢复了以往的地位,这时,曾经参与批斗他的一位学生,写了一部书稿,想请纪献林提名推荐,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没想到纪献林一口应下,欣然作文推荐, 这位学生十分感动,亲自上门向纪献林道歉,纪献林却白白手,告诉他往事都过去了,不必再提,在他的一生中,无论遭遇怎样的攻击与诋毁,他都从不记恨,相反,他选择宽容和放下,将全部心思投入到学问研究中,最终成为国学大师,作家王尔德说, 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一些人,对伤害总是耿耿于怀,仇恨便会如钉子般,泄入你的心里,让你的伤口不断溃烂,忘掉仇恨,不是懦弱认输,而是让自己及时从伤痛中抽身而出,人生很贵,不必时刻都背负着恩怨,用仇恨折磨自己,学会将伤害翻篇,宽恕过去的一切, 你才能在轻装前行中,过好当下的生活,二,执念翻篇,是一种成熟,执念太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人说,就仿佛心中藏着一把火, 日日夜夜都在灼烧自己,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沉溺于执念的牢笼,把自己活成一个囚徒,脱口秀演员李雪芹是北大学霸,同时也是幽默有趣的才女,深受大众喜爱, 但曾经的她,活得并不轻松,甚至还用刀子割过手腕,有记者曾问起各种缘由,她便讲了自己的故事,从小到大,李雪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严格,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什么事情都要让父母满意, 不管开不开心,自己都要做无私的好人,但这种追求完美的执念,却让她苦恼不堪,经常感到身心俱疲, 在去纽约大学读硕士时,她终于撑不住了,于是去看了心理医生,最终被确诊患上了抑郁症,面对这个结果, 她反而坦然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她不再苛求自己,允许自己当个废物,并接纳自己的丧,她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讲脱口秀,拍电影,写作,整个人也越来越松弛,卸下心头的执念后,她终于过上了真正想要的生活, 宋代文人代复古说,黄金无足色,白币有威瑕,作为普通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果刻意追求完美,无法容忍瑕疵,那么,完美,就会成为一种负累,最终拖垮你,心理学家海澜博士说,爱上不完美的自己,改变能够改变的,接纳不能改变的, 那么,不管人生如何跌宕起伏,我们都能活得宁静和谐,将执念翻篇,少点苛求,多点接纳,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三,得失翻篇,是一种境界,一书曾在书中说过,有得有失,才是人生,切记愤愤不平,生活本就不能处处尤人,得失一难两, 你若是太过计较暂时的德语师,往往就会被利益所累,让自己烦恼丛生,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年轻时曾报名参加过一个小说争文大赛,可让他失望的是,最终他的作品落选了,连三等奖都没获得。 而那些获奖人中,有很多人的名气都远不如他大,巴尔扎克又沮丧又生气,认为这不公平。 此后两年,他开始找组委会申诉,表达自己的不满,遗憾的是,他的申诉不但没有得到重视, 反而让组委会成员对他产生了厌烦之意,一开始,平委会还向他耐心解释,后来人家干脆不再理睬他,因为一直申诉,他也逐渐花完了积蓄,后来连买一个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凡闻的心情,加上遭遇到的困境,让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就在他绝望之时,好友余果找到他,对他说,得失心太重,这恰恰是你最大的缺点,一个讲而已,没那么重要。 听到这些,巴尔扎克沉默了,继而醒悟过来,回到家中后,巴尔扎克撤回了自己的申诉,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他不再计较那些短暂的得失,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写作中去,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他最终成为了一代文豪,留下了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很认同一句话, 能折磨你的,无非是你在乎的,能困扰你的,无非是你计较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和失去的旅程, 很多是你看得越重,就像往背包里放石头,越攒越沉,最终会压垮自己,忘掉得失,少些计较, 反而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在意失去,把格局放大,心胸放宽,生活自会给你更多的回馈 四,成就翻篇,是一种清醒 李孝来说过一句话,做人,最重要的是关注成长,而不是成功,因为当成功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回望过去,那些曾经的辉煌成就,无一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他们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给予了我们前行的动力和信心,然而,正如古人所言,满招损,牵受益 如果我们因过去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沉迷于昨日的荣光,那么,我们便很容易在自满中停滞不前,错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将曾经的荣耀放下,继续学习, 你才能永远为自己增值,世界冠军邓亚平的人生轨迹,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他在长达十四年的运动生涯中,凭借卓越的实力和坚定的意志,赢得了无数荣誉 然而,在退役后,他并没有选择留在运动场吃老本,而是选择清空过去的成绩,继续追求新的目标,他前往清华大学学习英文,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清华毕业后,他又勇敢地走出国门,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的邓亚平,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身份和标签 企业家,主持人,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不断清空过去,持续学习的精神 主持人马东曾言,人要有归零的精神,空的杯子才能装水 这句话同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先清空过去的成绩和荣誉,才能给未来的机会腾出空间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刻,但那些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枷锁 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将成就翻篇,保持一颗,空杯的心态,不断学习和进步 只有先清空过去的成绩,才能给未来的机会腾出空间 冯唐在写作事业正辉煌的时候,毅然选择去美国读MBA 此后跨界进入金融,投资领域,成为多个领域的全能王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敢于清空过去,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同样,经济学家于光元老先生在86岁高龄时,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 他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发布了数百部作品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现实中,我们都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刻 但如果背负着过去的辉煌赶路,陶醉于昨日之成功 那么换来的,必然是明日之平庸 生活是一场登山之旅 每一级台阶,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若被一时的风光迷住了眼,停在了原地,就永远无法看到更为壮阔的景色 学会将成就翻篇,别让过去的成功变成现在的阻碍 保持空碑,心态,脚踏实地往前走 持续不断更新救我,才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英国前首相乔治,有次和朋友散步 每经过一扇门,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 朋友非常不解,你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 乔治微笑着说,当你关门时 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身后 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开始 眷恋更是对当下的拖累 它们像沉重的枷锁 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难以轻松自如地迈向未来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放下过去 让心灵得到释放 从而以更加轻盈的步伐迈向美好的明天 当我们陷入对过去的纠结与执着时 往往忽略了眼前的风景 那些曾经的遗憾、失败、痛苦 如同黑暗中的阴影 笼罩在心头 让我们无法看到前方的光明 然而,正是这些阴影 让我们忘记了生活的美好 我们应该明白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 无法改变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 放下它 然后勇敢地走向未来 学会将过去清零 并不是要我们忘记过去的一切 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胸怀 去面对生活 我们要明白 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籍 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与经历 而这些经历 无论好坏 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宝贵的财富 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辉煌 而沾沾自喜 也不能因为曾经的失败 而气馁沮丧 我们要做的是 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过去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然后勇敢地迈向未来 当我们放下过去的包袱 勇敢地向前迈进时 我们会发现 每一步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这些可能性 或许是我们从未想过的美好 也或许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梦想 但是 只要我们敢于迈出那一步 就能够不断地接近这些美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不断地更新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更加出色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比赛 我们不仅要跑得快 还要跑得稳 而要想跑得稳 就必须学会将过去清零 不纠结 不执着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 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迈向未来 在一次次的翻篇中 不断更新自己 让人生焕发不一样的可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 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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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